老家的山顶下雪了 看我们到一个山顶上来了 本来我跟我堂哥准备去买点野猪肉的 就这沟里面有一个人他专门打野猪 有野猪肉 结果碰了下雪 这个坡又太陡了 车子爬不上来 刚才在这挣扎了很久很久 一直都没上来 后来我们就把车放在山下 我跟堂哥徒步往上面走 现在堂哥在打电话联系沟里面的人 看能不能出来接我们一下 整个雪还是我们第一次踩 都没人踩过 这都是新鲜的新鲜的雪 好大雪 好几年没见 这不大雪了 我这个衣服 我这个衣服他带冲锋衣性质的 就是表面是防水的 一直没有这种下雪下雨的机会穿 在今天完全是特 拍上用场了 看我前面堂哥打的是伞 我直接穿个冲锋衣就行了 这衣服今天是拍上大用场了 走了有半个小时 终于到达了牙口 现在就往下走 堂哥说不要去买点野味 我也不买 我跟他看一下 终于快到了 好 到了大山深处 哇 有两个狗 看到 先去玩玩 两个黄黑探 嘿嘿嘿嘿 你别咬我 你走你走 来到这儿 这里给我们的腿呢 这里给我们腿掉了啊 腿呢 哦 夹子夹子 你个儿在这儿啊 你个儿下着 稍微下着你个儿几天吗 你个儿下着 稍微下着个儿 昨天跟我堂哥啊 去买那个野味 没买到 他们那边有很多蜂蜜的箱子 那个 那个伯伯呢 他是在山上养蜜蜂的啊 有很多那个蜜蜂香 走的时候呢 我就买了三瓶野蜂蜜啊 一瓶一斤 一斤七十块钱了 这么贵 应该是真蜂蜜啊 我想着说 急不怀孕了嘛 到时候回武汉 把这个蜂蜜带给鸡婆 这又过了一天啊 因为堂哥他要去 县城里面看那个 看他的堂地啊 他的清堂地 瞧瞧 以前大家也见过啊 今天我开车送他过去 因为他是住在泥城 住泥城呢 住宜城 我们这话叫泥城 住宜城 住宜城 他的田皮特别多 我们这边是山区田少 他种了很多那个水稻 收获了很多大米 他也跟那个乔乔弟弟送连米 我今天刚好 我现在过去 带他一起过去 到了县城 乔乔弟弟不在家 我们跑空了一趟 堂哥有点失望 那我们就在县城里面转转 算了 我现在已在县城里面的城市 他就在县城里面转秀 这边是最后的 在县城里面转秀 到了中午吃饭 吃这个自助 一个人四十多 小锅 一个小锅